我們繼續講這個小子官 講到正果第十 正果 看它的表 從假入空觀 從空入假觀 中道正觀 初心菩薩正果之上 後心菩薩所正不可知 這個正果 當然了 正果有很多方法的 這個正座 所以我們首先分開這個禪 這個禪 禪中的禪就是六祖的 禪有兩個 這個我們修這個官 有紫官的 這個屬於如來禪 如來禪就是如來教的 就是釋迦牟尼佛教的 紫官 先紫了 然後官 這個空假中三官 都屬於紫官的了 紫官法目 一個就是祖師禪 祖師禪就是六祖自己教的 所以有一個人 這次《北極論文》寫得很好的 他分析了我們中國的禪 中國的禪就是六祖教的 六祖當然不是佛 但是他自己創出來的 如來都沒有說的 如來沒有說過 他說可以北施善北施惡的 這個北施善北施惡是六祖的 所以禪中的禪 不同止觀 正座就不是禪中來的 正座 如果你是禪中的 它是不施善不施惡的 北施善北施惡 一就參話頭 北施善北施惡 當然能做 一入定的時候 北施善北施惡 當然能做 又不能夠不官 又不能夠官 所以北施善北施惡 不行就參話頭 參個話頭 九死有法性 九死沒有法性 拿著個話頭 所有的念頭集中到一個話頭那裡 最想起打破這個話頭 就開誤了 有開誤的 這個如來禪 就是止觀畫門來的 無論你用二輪觀也好 用四尋師證四如實志也好 無論空假中三觀也好 天台中當然是空假中三觀 因緣所生法 我即是空 亦明是假明 亦是中道義 所以空假中三觀 定力多謝 不見佛性 從假入空觀 從空入假觀 智慧力多謝 雖見佛性 而不明了 中道政觀 定位等辭 了了見佛性 所以有三個階段的 若行者如是修子觀 能了知一切諸法 皆由心生 因緣虛假不實 故空 以知空故 即不得一切諸法明智 則體憎子也 這個最先是體憎子 體憎子就是說 入這個空定 入這個空觀 知道一切東西 都是因緣所生的 所以因緣虛假不實 因緣虛假不實 所以就是空的 因緣所生 因緣所生 因緣不是固定的 如是因 如是果 因緣就不是固定的 不是固定的時候 所以每樣東西都是看因緣的 有什麼東西是因緣的 這個叫做體憎子 即是一切的東西都是空的 所以 我們用這個自倫觀 或者四尋之正四如實志 第一 我們R字北生 所有東西是北生不滅的 所有宇宙上面 每一樣東西都是北生不滅的 因為為什麼北生不滅呢 因為宇宙是由元學說的最小的 我都知道就是玄學說 一百萬份之一 再一百萬份之一 一百萬份之一 再一百萬份之一 所以最先宇宙大爆炸的時候 這些東西出來就是玄學說來的 一和零 一和零就是數碼 現在所有東西都數碼化 所以你無論多複雜的東西 都可以用一和零代表的 一就是這個開圓 圓形是閉圓 開圓和閉圓 兩隻圓 所以我們說這個太極生陰陽 一個陰 一個陽 陰陽生四象 兩個陰 兩個陽 一個生兩個的 一個圓鶴會生兩個出來 所以兩個就變成四個了 所以這個四個 慢慢一路生出來 一路生 由四個變八個 八個變三十二個 一路生出來 變成都是沒有相的 最後很多玄學說就變成粒子了 粒子就是十萬份之一 這個體積的十萬份之一 就是一粒東西裡面有十萬份之一 是麥質來的 就是粒子來的 粒子 粒子裡面有六個夸克 有三個上夸克 三個下夸克 兩個上一個下的就叫做中指 兩個下一個上的就叫做側子 這個中指 中指是沒有東西帶的 側子是帶電子的 所以整個物體 整個物體 整個粒子裡面 十萬份之一是有東西的 但是這個玄學說是一百萬份之一 再一百萬份之一 所以是很小的 所以由很多玄學說就變成粒子 再由粒子就變成六十一種粒子 加上這個希格斯粒子就六十二了 所以最新發現粒子的時候 就發現了六十一個粒子 很多粒子 發現原來那些東西是空的 那些粒子是沒有東西的 這個世界怎麼會有物質出現的呢? 1968年希格斯提出這個 後來拿到諾貝爾獎了 早幾年 那是星期拿的 1968年它提出有個希格斯粒子 就是那些粒子呢 當它穿過希格斯粒子的時候呢 跟希格斯粒子就結合了 擋住了 就變成有這個物質出現了 就像這個漏斗一樣 它中間有個格格住的 所以呢 這個希格斯就說 因為它跟希格斯粒子結合了 就變成了一套粒子了 就是這個粒子流到下來 擋住了 變成有一個物質 所以這個叫上帝粒子 所以呢 希格斯只是說一種粒子而已 我說希格斯粒子有十個 因為我們有十法界嘛 十法界呢 就是你的人越來越微細 就是這些 比如說菩薩啊 這個十法界就是法界 菩薩啊那些 那些是越來越微細的 就是天人啊 那些人啊 地獄啊 十個法界 就是十層 經過十層的過濾 十層的過濾 最微細的當然是佛了 所以從粗蒙一路過到細下去 就變成十八界 十類的眾生 它住在十類的不同的地方那裡 所以呢 這個十八界 所以我們這個世界呢 有很多道空間 十道空間 十道空間就住了十八界的眾生 十八界呢 由它那個生的大小 微粒的粗幼來分的 天人都是的 天人是識解天啊 無識解天的那些是越來越細的 那些人當然是粗蒙了 但是到最後呢 到地獄啊那些 就已經是微細一些了 所以呢 這個微細呢 到這個有希格斯出現的時候 希格斯粒子出現的時候呢 就變成有108種元素了 我們讀書的時候那些97 97 現在發現到108種元素 108種元素就形成這個山河大地了 所以這個山河大地所有的物質呢 都是無形的 只不過呢 是慢慢形成的 那怎樣形成的呢 就是由於我們的念頭 我們的念頭 起心動念就會形成一些東西了 那當然啦 我們現在人的起心動念呢 我們是沒有辦法形成的東西啦 因為我們這些東西 你說 那麽就問法遺識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變出來的 但是你總是不會相信的 那些錢買的嘛 這層樓都是錢買的 怎會我們變出來的 怎麽樣變呢 你說怎麽樣變呢 但是 如果去到靈界 去到天啊 天人的當然是可以變的啦 你看七仙女都知道 變很多東西出來的 可以變的 那這個鬼當然可以變啦 鬼當然可以變啦 爲什麽可以變呢 因爲它是微粒 它是微粒來的 所以我們是實質的身體 我們是元素的身體 所以我們不可以用念力去改變 但是如果你說 你是有定力的 入了定的 或者有定功夫的 那就可以解散和變動了 那叫做特殊技能 可以變東西的 不過現在看來呢 還是難一點的 還是難一點 只是看到那些人可以升起 升起了之後呢 又扶著一張椅子 又拖去 又來 這樣就已經很厲害了 就是說 你說 去到這個變東西那裏呢 是西巴巴一個變過的 西巴巴它可以變東西的 你要什麽它可以變給你 就是最先說 不可以大過那隻手的 但是大過那隻手它變不了的 因爲它有一個念力的 那最後可以變成南球那麽大了 那你現在死了 變什麽都沒有用啦 變一些錢都沒有啦 所以這個人的東西呢 就是整個山俄大地呢 是由我們的意識 念頭的變出來的 那當然我們現在靜坐的目的 就是想改變這個 將我們的那個念頭呢 訓練到我們的念頭呢 可以微細 微細到去到靈界那裏呢 因為這個這個物質世界呢 我就就是什麼呢 物質世界呢 我們很多東西我們做不到的 天眼通天也通的那些都做不到的 但是你如果去到靈界那裏呢 十方世界是一眼之監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有了 這個叫特殊技能 開發這個特殊技能 當然 我們就不是為了開發特殊技能而打坐 如果你說開發特殊技能 因為這些特殊技能的東西 有些是可以 有些是不行的 有些人是坐一輩子都得不到的 有些人是不用坐都得到的 所以呢 上次在一條夢大會堂說 有個人問 師傅 我坐了 突然間看到我坐在那裡 我看見他出了來 出了開 我說你坐了很久 不是剛剛坐的 坐了沒有多少天 坐了沒有多少次 所以這個是看縮小的 但是這些出到來的這些東西 也都不是好東西來的 所以上一次就講過 說過葉偉榮 葉偉榮就出來了 病了 出來了 出來了 不懂得回到去 拜拜 所以這不是這麼好的東西來的 還是要做實際的東西的 我們怎麼叫實際呢 學佛的人 最重要是教福報 教福報有錢啊 就是有錢啊 不要有病啊 就是不要有病啊 最重要是不要有病 所以兩樣東西而已 不要有病你就放紅衣服吃了嘛 變些東西給惡鬼吃的 惡鬼不會搞你了 或者是店家債主來找你嘛 而且你經常變東西給惡鬼吃的 那些人會幫你嘛 那些鬼神 沒我所願的 只會幫你 那你說怕不怕他變了 來了不走啊 那就不用怕的 所以呢 這個放紅衣服 放紅衣服 放紅衣服 我們現在寫了一本書了 寫了一本書 寫了一本書 也都現在寫了一本放紅衣服 寫完了 現在在對講和執取一些字 那裏面呢 就三百多頁的 就是很詳細的資料 所以現在呢 發現了呢 原來我們有事做的 不是沒有事做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法師究竟要做些什麼好呢 是吧 為天下立明 為生盟請命 為往性戒絕學 為後世開太平 所以呢 為生盟請命 為天下立明 就是人家給個方法收才行的 為生盟請命 這個方法可以搖益眾生的 為往性戒絕學 這些都是如來來的 那你要在佛古德的東西找出來 那開一條路呢 給眾生行 寫書是最好的 寫書 現在發現呢 現在出書啊 出版啊那些 那現在熟創呢 就寫了 現在我們有人得閒 現在有兩個場期 三個場期的 場期的打字啊 弄字幕啊 接著又找資料啊 那找完資料 我們就看一下 或者看一下過一下目 就看一下 然後改一下改 這樣就可以出得了 不用 以前是自己出的 以前出部準提出了好幾年 又一直要自己打 自己靜 那你現在有人打 有人勝 那可以可以可以出了 那所以呢 第一件事呢 拱門三 第二件事呢 供天 供天呢 不是隨便供天啊 而是供我們的本命聲 本命秀 本命元臣 本命要 就是我們自己的白詞 所謂八字 我們就不是八字的 講十二公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跟我們有關係的聲秀 這個是聲秀貢 這個是中國都沒有了很多千年了 就是自從這個衛果之後 都北空提出的 那接著就傳給衛果 空海大師 衛果傳給空海大師 然後日本還有聲貢的 但是日本的聲貢都是不提的 就是他不提的 那我們現在呢 拿出來呢 供自己的命運好些 那接著呢 就沒有病 沒有病 所以我幾十年都沒有看過醫生 那這個呢 因為你去供養他的時候 那做 因為要做菩薩嘛 做菩薩當然是遙益眾生的 同轟都要日行一善啦 那你變成有東西報師的時候 變得很好 不是叫你去報師 你抓一個人來給你報師 你那個人都未必製啦 但是你餓鬼不同 你拿七顆米出來 這樣就可以報師得很好 所以呢 所有的東西呢 所有的東西呢 都是我們變出來的 但是 未到變呢 就不可以這樣變的 你一天未死 你都變不了 一天未生天 你都變不了 一天未成佛 你都變不了 但是 不是說不可以變 而是你未到功夫 未到功夫的時候 你打坐就可以微細了 可以將東西微細了 你就可以變了 但是在打坐裏面 變出來的東西呢 不是實際的東西來的 但是打坐裏面可以做到些什麼呢 天堅通天以通的那些是真的 就是不是實物的那些 不是實物的那些就是容易搞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發生什麼事啊 做什麼事啊 那些人容易搞一些 人家說變成了一樣東西 成了拜登就變出來 那這樣東西呢 就難了 就是變了 因為變了之後呢 你的意志力 你的意識呢 不維繫它呢 它就沒有了 因為扣意變的嘛 所以你說放蒙生 你天天放它吃得這麼多嗎 放完 你念完那個咒已經變完了了 所以你的咒要念得多些 或者工傷得好一些 就是那一剎那 是那一剎那 大家的鬼來到 就是剛好碰到你那一剎那 碰到你變出來的東西 是這麼多的 變完之後 第二條咒就第二樣東西了 你已經沒有了 念頭跟著關掉了嘛 你的念頭一關掉就沒有了嘛 不是說是吃了一次飽了 每次都會 它會每次來的 但是它每次來 來一陣子 之後呢 這樣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空假中三觀呢 就是說 所有東西都是假的 首先要知道所有的東西都是假的 這個所有的東西都是我們的心 第一 這些鴉字不生 所有的東西都是不生不滅的 因為你不可以說它沒有 因為它還有圓鱷樹 還有粒子 你不可以說那些東西是沒有的 但是你又不可以說它有的 因為你的意識未變 那時候它是沒有的 所以它是不生不滅的 它也都不會滅 但是它也都不會生 不會自己移動的 那麼移動的時候呢 是我們需要移動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它的時候呢 就會變出來 那你說 哎呀 現在我呢 我要一部電視機 那跟著一想 下部電視機就出來了 出來的時候呢 那你回到家裡的電視機可能沒有了都不行 已經變完了 但是這個 這個物質世界那些東西呢 就不會消失的 因為物質是不會消失的 不會自己消失的嘛 但是現在鬼神就沒有問題了 它今天吃完之後又變 變完之後 明天又再變 那就是引導它變而已 你燒衣服給它 讓它有衣服穿 它變 變完之後 明天又沒有衣服穿 又要問你拿 那所以呢 只不過是 所以最好就是跟它說法 就是跟它說法 講公性的東西 講心經 對它有益一些 但是變成呢 都很滿了它的心願 但是呢 這個 墨則就不可以 又有又沒有的嘛 但是呢 那些念頭呢 就可以又有又沒有的 所以天公都是這樣的 它要用它的力來維持的 變成了呢 越大的力呢 越大的菩薩就維持得越來 那些鬼神就一撒冷 但是呢 這個 但是人呢 就不可以不可以變的 但是不可以變 我們是講 講經是講六道眾生嘛 不是會講人 人當然是能變 但是呢 人能變 但是我們都知道呢 這些東西是我們變出來的 我們的共業 共業不共業 有共業裏面的不共業 我們這些山河大地呢 是我們的共業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 這個墨則世界 雖然不是我們變的 但是我們是有份參與在其中 比如我們出生的時候 這個墨則世界是這樣 我們是繼續在這個墨則世界發展下去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以前那些人變到現在 剩下來的 所以呢 一齊維護它 一齊整 一起好 一齊壞 一齊全都變成這個世界出來 所以呢 你是有這樣的業 生在這個東西裡 或者有東西做 或者有任務來的 但是現在你就要依照這個 這個墨則的規則去做 或者要吃東西啊 要睡覺啊 要吃東西啊 要睡覺啊 但是呢 你可能以前不用啊 但是現在要啊 所以呢 所以呢 這一個珍貨大地來講呢 雖然我們不可以動它 但是我知道它是變了來的 就是知道它是變了來的 也都可以改 因為有些大德呢 它是入到深的禪定是可以改的 這個入到虛空粉碎大地平沉 然後自己想見什麼就見什麼 這個呢 當然可以 但是普通人不行 所以就要修行的意思 所以呢 看爭子 知道一切的東西都是變出來的 為什麼變呢 一切的東西都是由於我們的那個意念 這個明層詩 這個呢 諸法不生不滅 跟著呢 有個名字 有個名字我們叫拜誕 或者叫錄音機 那它就變出來 因為你要變什麼啊 那你要說我要穿杯 那我就穿杯 或者什麼叫做杯呢 那我們每一個名箱呢 我們叫做愧生默解 就是都指向一樣東西的 比如車 我們知道有四個輪子走一走一走的 這個飛機 我們知道會飛的 那它是愧生默解 所以你要變什麼呢 那就變出來 變出來的時候呢 這些由於我們的共業 因為我們現在就能夠改那些 改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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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那些粒子 改那些 改元素更能改 所以呢 你要有強大的力量 才可以解散它 還有 再處合它 很多這個經典上面也好 現實世界也好 很多可以變的 很多成 所以呢 不可以說我們變不了就變不了 所以呢 有些人會變成 所以這些東西呢 全部都是假的 這些東西呢 全部都是我們用心去變出來的 我們的心要什麼就變什麼 而且呢 這個 這個山河大地呢 其實是假的 這個山河大地就是假的 其實你生活在這裡的時候呢 你覺得有這個山河大地 其實這個山河大地可能是假的 你覺得你今天來聽經 可能不是的 就是你想聽經 所以就變成一個自己的環境出來 其實呢 這些東西呢 是物以類罪的 就是你想做什麼 因為整幫人在這裡呢 都有因果的 就是有如是因 有如是果 那你要碰在一起呢 變成就好像整個世界那樣了 其實呢 你可以見到 也都可以見不到 你可以 你上來聽經的時候 你可能經常碰到一些 都是聽經的人 你不聽經的時候呢 可能 可能經常都碰不到一些人 好像我現在 到現在 我中學小學的同學 我一個都沒見過 大家不同 在這裡 到天主教基督教 大家又不是在一起的 所以呢 一個都沒見過 你想見的東西呢 就會見到 你不見的東西呢 就見不到的 就是有些東西是 你應該見就見到 有些東西你不應該見就見不到 所以呢 我說什麼都見不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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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利大國 我是在泰國 這個 南亞海嘯 我們在哪裡 這個菲律邦市警 我也去了其他地方 每次都見不到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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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去了讀書 過幾個月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看不到那些壞東西 現在看到了 不過這些都不是很壞 都不是死人 所以就是這樣不知道做什麼 我們當然不評論這些東西 等下評論了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我們這些宗教的東西 我們不理這些東西的 我們自己在共業裏面的不共業 他自己去搞 他有他的原因 個個都有自己的原因 個個都要求自己的東西 個個都要求百分之百自由 我們都有百分之百自由 我自由不理他 那你就自由了 你去理他 你就不自由了 你進了他那裡 那你就不自由了 所以我們百分之百自由 我們閉上眼睛 看不到 聽不到 總之不理 總之因為不到我們理 我們又不能夠做了什麼 所以這個我們不要理他 所以這個體爭旨 這個如果知道一切的東西都是空的 就是體爭旨 正式是空了 所有的東西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變出來的 雖然我們現在不可以變 但是 你想著將來會變 天人會變 鬼神會變 這些東西都是前輩變出來的 前輩我們繼續享用下去 所以我們繼續照這個模式去生活 其實這個模式是不存在的 這個模式是不存在的 這些東西是你有緣私現 你有緣就見到 沒有緣就見不到的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你的因緣來的 無論見到好的東西 見到不好的東西都是因緣來的 你沒有那麽的因緣 你是見不到的 所以這些我們自己心裏面所碰到的因緣 我們要自己去解脫的 就是解脫的 就是不能夠怪外面的東西的 不能夠要求這個 要求這個 要求這個 要求那個 要求那個 因為沒得要求的 因為我們自己的心 我們自己的心只能夠要求自己的心 爲什麽會見到這樣的東西 爲什麽見不到這些東西 爲什麽有錢 爲什麽沒有錢 這些是不可以怪外面的 不可以求外面的 爲什麽你欺負我 爲什麽你不給錢我 這些不能夠怪人的 就是怪你自己的 就是沒得怪人的 所以各樣東西都是自己有緣 才會碰到的 所以你結婚娶了老婆 經常問你拿錢 你自己要的 我們多好 我們沒有錢 我們不用付錢 不用付錢 沒有小孩子來問他們拿錢交學費 又沒有老婆在那裡哩嘩鬼叫 這樣就多好 是不是 你說 那會不會好嗎 那不會 很安靜的 很舒服的 所以這件事 因爲好吃的東西 吃多幾次你都要染了 是不是 所以那些東西是沒有意思的 那些世間的東西是沒有意思的 但是呢 你自己弄個頭上去就沒辦法了 所以這個 但是你弄個頭上去洗濕了頭 這個不是這麼做話 現在你弄個頭上去 但是呢 就會麻煩一些 所以呢 這個世界所有東西都是空的 所有的東西都是我們自己弄出來的 你沒有這樣的業是永遠見不到這樣的東西的 所以呢 這些是共業 我們的業 當然啦 以時上不見佛 佛果可求 下不見送生可道 使命從假入空觀 那這個一切的東西都是假的 第一 一切的東西都是假的 因爲一切的東西都是變出來的 所有東西都是虛弘不實的 我們所有東西虛弘不實 所以呢 所有的境界 所有我們的感受都是假的 因爲 有些感受呢 你認為不好的東西呢 有些人可能見到好的 有些被虐待狂 就是喜歡打自己 你覺得他好 你覺得不好 他可能覺得好 打到流血才開心 那你沒辦法的 你只是每個人的感受不同的嘛 你不可以說好 或者不好 因爲你喜歡 這樣就沒辦法的 所以呢 這些東西呢 這些東西呢 是全部我們自己搞出來的 所以我們搞出來才見到 搞出來才在一起 搞出來才會有撞到的 所以呢 所有的東西呢 已是不見佛果可求 不見眾生可道 從假入空觀 譯明儀態觀 因為有眾生和有這個佛 不見有佛 亦都不見有眾生 所以呢 無佛無眾生 無佛也都無眾生 佛是好的 眾生是不好的 但是一切的東西呢 是沒有好沒有不好的 推到最後 佛又是原學書 眾生又是原學書 所以沒有東西是好 沒有東西是不好的 沒有好人 沒有壞人 沒有佛 沒有魔 所有的東西都是沒有的 為什麼呢? 到最後它都是玄學說來的 玄學說是一點東西 玄學說是沒有善沒有惡的 這個沒有善沒有惡的 因為它只是一個玄學說而已 玄學說是沒有善沒有惡的 積積起來之後呢 積積起來到粒子了 粒子的時候呢 粒子就開始可以變東西了 變一些虛運的東西 變一些不實質的東西 這個你還要喜歡不喜歡 所以有化落天 也有他化自在天 想別人變出來的東西 這些呢 這些是屬於粒子的世界 天人的屬於粒子的世界 它就變成有好和有不好 玄學說是沒有好沒有不好的 因為它只是正負而已 正是好一點 有正有負 有正有負 沒有好沒有不好的 這個呢 你動那頭你是想靜 靜那頭你是想動 黑你是想白 白你是想黑 這些東西就是你自己去想 因為你自己想的時候呢 那個玄學說都會轉動的 所以《靈嚴經》裡面說我們的世界是怎麼來的呢 那個世界呢 是明國相爭 明就是這個開源 國就是閉源 明國相爭 明國相爭呢 它就會動動了 本來這個世界是不動的 有明和國兩樣東西 玄學說開源和拜源 開源和拜源呢 因為你的念頭一動的時候 它就會動了 一動的時候呢 它就會磨擦了 磨擦就會燈出一些火花來 變成一個實質的東西出來 所以這個世界其實是名國相爭 然後變成這個粒子 燉了一些火屎 那些火屎之後就會變成這個山河大地 變成無窮無盡的世界 所以這個世界 如果你能夠知道 這個世界的假觀 假觀成就 知道一切的東西都是假的 所以我們說 修無可修 學無可學 含機對墨光明磊落 最重要的是每件事做到 恰到好處 沒有說好 沒有說不好的 不用學的 不用修的 這個每件事要恰到好處 你早上一起來的時候 每件事都做得對 那就沒有了 每件事都做得對 你未必一定好的 你看到那些東西不好吃 你都照樣吃 可能做對的 你不是說我一定要吃好東西 我一定要賺多些錢 這個不是一定好的 多些錢 人們會來拋住你的錢 老婆會幫你做多些錢手 所以沒有這樣東西恰到好處 你一瞇大眼 過一天 一日一樣的計 每一天都是做到恰到好處 那就沒有那麼好的 也都不要求 也都不要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假的 你也都不要求 因為你遭破的東西就是你的業 也沒有辦法的 也都不要去求 也都不要去走 也都不要避開它 也都不要去求 沒有的東西你就不用求的 自然會有的了 那你沒有消極 那不是的 你拼命放龍山 拼命共天 讓它改嘛 變成我們就有東西改 它不改 這些世間的人不懂得去改 它就是我們懂得改 你用家債主來 我們就放多些東西給它吃 弄七粒米出來 騙一下它 七粒米可以變 七粒米怎麼變成十方呢? 七粒米將它變成玄學樹 玄學樹變成粒子 粒子要慢慢變成米 米就變成十方了 所以你少少東西 其實已經可以變成十方了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是一個念頭變出來的 所以你不要說七粒米這麼少 七粒米將它變成玄學樹 再打散 再打散 把粒子再變成玄學樹 玄學樹就變成十方 所以呢 因為這個東西到粒米就會 粒米就是這個 粒米 蠔米 一米就是一萬個蠔米 一個蠔米呢 一個蠔米呢 就是這個一千個蠔米呢 就是這個粒米 一千個蠔米就是粒米 所以呢 一千個蠔米就是十萬份之一 如果我們將這個地球變成十萬份之一 就是這個乒乓球這麼大 所以呢 你變成十萬份之一的時候呢 那些東西就會複製 自己會一聲出來 所以呢 這個細菌 病毒呢 細菌是要分殖的 但是病毒是複製的 一顆病毒呢 它一聲就變了出來 因為蠔米這麼大嘛 病毒是十隻蠔米這麼大的 十隻蠔米這麼大呢 變成了蠔米 它就會自己會複製的了 就是一聲一聲就變了很多出來 所以呢 這個世界就是突然複製出來的 一聲就變成了這麼多東西出來 所以輸贏呢 是你不能夠將那些東西 搬到蠔米這麼小而已 你能夠將那些東西變成蠔米這麼小 用你的念力將它變成蠔米這麼小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複製了 就是由你的意志去複製出來的 所以呢 這個世界呢 做了出來的世界 所以呢 所有的東西呢 不見法國可求 不見眾生可渡 因為這些都是我們變出來的 所以呢 這個從假入空觀 從假入空觀 那麼這個呢 一切都是假的啦 一切 因為一切的東西都是變出來的嘛 那麼變出來的東西呢 等而空啦 所以從假入空觀 那麼這個呢 逆明 異態 異態官 那麼這個有佛 有這個眾生 就是第二邊 逆明 畏眼 逆視一切子 所以 若往內功 積度聲盟 僅知佛地 僅盟 朱聲盟 鄧智峰喜探 鄧智探言 我等若盟 淨法國土教化中心 心不起樂 所以者何 一切諸法出皆空 無生無滅 無大 無小 無陋 如是思思為 北生喜樂 若當之若見無為 入正位者 其人忠不能發 三菩提心 此為定力多 故不見佛性 這個呢 見不到佛性 什麼是佛性呢? 佛性就是這個中道政官了 若菩薩為一切眾生 成就一切佛法 不應取著 無為 以致 滅滅 以時應修 從空入假官 則當當太官 心性衰空 懸對之時 亦不能出生一切諸法 猶如混化 雖無定實 亦有建盟 各知等相 差別不同 行者如是公事 雖之一切法 北境空直 能於空中修 慫慫行 如是空中仲恕 亦能分別眾生 更性性欲無量 則說法無量 若能成就無外變才 則能利益六度眾生 是明方便除原子 乃是從空入假官 亦明平等官 亦明法眼 亦明道總治 住此官中 智慧力多 雖見佛性已不明了 菩薩須復成就此以總官 是明方便門 非正官也 故驚慌 潛以官藝方便 因是二空官 得入終道第一 以太 相亡相照 這個相亡相照 後面會再解釋的 這個就是說 菩薩在這個世界裏面究竟要做些什麼呢? 如果一切的東西都是空的 就沒有眾生可道 一切的東西都是空的 沒有佛可成 所以這個是入列盆了 心不見空不見有 它是入列盆了 諸佛為何會成佛呢? 這個小城阿羅漢 它認為所有東西不起一念 這個就是入列盆了 所有的東西都不起心動念 這個就是入列盆了 但是它的問題就是說 阿羅漢所修行的那個法心是斷自己的煩惱 就是不要有煩惱 不要有煩惱的時候 看到所有的東西都不起一念 所以這個阿羅漢是對境無心 對境無心的時候 這個就是聶蓬了 聶蓬直正 連東西都沒有了 心當然是舒服了 什麼都沒有 但是那個心舒服 也都不是起 你不要以為它起 所以阿羅漢在五正居天那裡打坐 五正居天和坑渠邊是一樣的 為什麼要去五正居天那裡 入空定 為什麼又不在坑渠邊入 一樣的 去到那裡又沒有天福給你響 又不是那麼天福 浪費了那麼多時間 手去收 它是想斷煩惱 因為他們佛在小的時候 他們那些人很煩惱 現在的印度人都很煩惱 現在印度人都不能去哪裏 跟佛那時差不多 所以他們急於斷煩惱 所以斷煩惱的時候就裂盆 什麼都沒有空曬 空曬的就最好了 這叫偏空裂盆 就是全部都空曬的就最好 但是作為一個菩薩來講 眾生來說 作為一個眾生 我們的眾生想做菩薩 想學做菩薩 想學做菩薩的時候 來這個世界究竟要做些什麼呢? 人家總不能夠學小誠 偏空烈盤 剩到這個所有東西都空了 進了烈盤 所以烈盤有四個 一個是自性清淨烈盤 一個是有如於烈盤 就是阿羅漢證了烈盤之後 他還沒進入 一個是無如烈盤 他是入了無如烈盤 菩薩那個烈盤是無著烈盤 不住生死 也都不住生死 也都不住烈盤 也都不住生死 因為你說阿羅漢要來這個世界上 然後三橫沒有煩惱 你沒有煩惱 你平時都可以沒有煩惱 你一定要證到阿羅漢才是沒有煩惱的嗎? 阿羅漢當然是你不見人 當然是沒有煩惱的 阿羅漢在山裡面 找不到他 不見人 只是入了定 你坐在那裡 又見不到人 所有人又不會煩惱他 又沒有老婆 又沒有兒女 又沒有煩惱他 其實都裂盆了一半的 所以這個 但是我們大成的人就不同了 第一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 我們現在拿了這個業報的生態 我們第一件事要做的呢 讓這個人生過得好一些 這是第一件事 人不乏 畏己天誅地滅的 你不要想很多東西了 因為想太多東西沒有慾望 你想到空性 想到成佛這些將來的東西了 都不是現在成的了 因為佛已經有了人了 下一個是未立佛 都不是到你 即生成佛 當然不會成佛 未成佛到成佛那時候才想 現在第一件事呢 面對人生 人生要過得好一些 人生要過得好一些 這個呢 跟著我們呢 人生過得好 跟著呢 我們要遙益眾生 因為這些是業來的嘛 總之我們能夠幫助到眾生的時候呢 那我們的業呢 又進一步了 下一輩又撞到一些再好的東西了 即是 如果我們這一輩中了業呢 下一輩又再來 又辛苦一些了 又會 又會 那你說 那你怎知道你有下一輩呢 下一輩那個肯定是你嗎 下一輩那個肯定是你嗎 那所以很多人說佛話我沒得說的 他講到 那我就想什麼 下一輩是你嗎 下一輩那個 下一輩 你又怎知道下一輩 下一輩那個都不知道上一輩是什麼 不知道 所以眾生如痴 流轉生死 那你假設它 因為你 其實你是知道清楚楚的 當然 你隔音之迷 你來到這個世界上 你不知道了 但是 當你做了地獄 做了天人 你就知道了 這個宿命嘛 這個宿命通 你現在沒有宿命通 你當然不知道前世在做什麼了 但是 如果當你有宿命通的時候 你就知道每一輩子做什麼 你就清清楚楚 因為是連在一起的 但是我們現在當然不知道了 我們不知道並不是等於沒有的 下一輩我們做了 下一輩受罪那個又是你 但是那個說 跟你究竟有沒有關係呢 你說它沒有關係 因為你沒有宿命通 但是 當你在地獄的時候 下了地獄 或者上了天堂的時候 我說這裡 為什麼會在天堂呢 因為前世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 做了什麼 那你就會知道了 下了地獄的時候 但是呢 又知道了 又知道以前做什麼 這些有業鏡嘛 有業鏡 你可以知道以前做了什麼 以前做了什麼 所以呢 這個下一輩那個是不是你呢 並沒有關係的 所以 你第一 你這一輩一定要做好 做好它 做好它就不要傷害人啊 不要吃啊 多些放蒙生啊 知識啊 布施啊 諸如此類 那就對你這一輩就好了 這一輩這一輩就好了 有多餘的 的資材可以幫助人 這樣對這一輩就好了 這一輩過也沒有什麼 你整天去傷害人家 整天去拿人家的東西 整天去佔人家的便宜 你始終都要橫的嘛 那你這一輩一路呢 一路都做好的東西呢 那你這一輩就好了 那你這一輩就好了 那就對下一輩就好了 所以呢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上呢 是做兩樣東西的而已 因為好好地過了這一輩 過了這一輩就沒有病了 沒有病了 不要病了 所以呢 所以呢 吃多些健康食品 都沒有病了 沒有病了 接著呢 又福報了 要花的錢也有啦 就是不要那麼多錢 這麼多錢也沒有什麼用的 那一輩也沒有用的 多一輩也沒有用的 多一輩也要看守 要守住你的錢 你不守住你的錢 怕別人拿你的錢 那你就又是很擔心的 怕著不見錢 所以那些人呢 走股票那些一下升一下跌 都不知道怎麼收 都不用學乎的 一天一天就升 經常見著它升 見著它跌 那你整個心裡就啵啵跳 它升 你又跟著 心裡又升 它跌 心裡又跌 所以這些不是修行來的 但是股票是投資 但是它是投機 它不是投資 它是投機 所以投機就有責任 有事 所以我們原則上 我們就不投資 我們沒有投資 我們錢也不是我們自己的 錢也不是我們自己的錢在佛堂 所以我們是不蓄金錢 沒有私人錢的 我們這些錢 所以佛堂的錢 所以你叫我做佛事 所以你這麼辛苦做什麼 賺到的錢是佛堂的 你要去做 你花心 我又不花心 休息多一點 講一些有意義的東西 有益自己的東西 所以找一些無謂的錢 找一些無謂的東西 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這個就是小成和大成不同了 小成呢 它是要解決的 有煩惱的 但是我們呢 大成人也都有煩惱的 但是我們這些煩惱呢 我們要對峙 我們要懂得去對峙它 對峙它呢 首先要加債主來 我們給它一些東西吃 所以要放紅衫都要 跟著呢 我們又要等到自己的那幾顆星 能夠很清楚的 抖換星移 那個北斗七星那幾顆星 我們要做一些本命星 本命元神 本命秀 本命耀 本命功 星座都準的 不過有些人准 有些人不准 但是你那顆星呢 總是不會變的 白羊座 白羊座 什麼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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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有一個工具的時候呢 等它那些星能強的時候呢 那你就少一些障礙了 所以呢 人來這個世界多多少少都有障礙的 不過呢 少一些障礙 少一些障礙呢 這樣說這個 少一些障礙呢 所以我們這個人生 人生是怎麼過了這一輩子呢 所以呢 現在開始 籌謀都還沒有遲的 遲就遲得一些的了 一早知道就好了 現在正知道 不過你沒辦法 有個姻緣是要現在才知道 現在才知道 就做多些好事 就是你共生 放蒙生 這兩樣東西是最實際的東西來的 就是最實際的東西 你修佛菩薩啊 修什麼啊 求生淨土 當然要求生淨土 當然要求生 不是你說要求生淨土 淨土就會接你去的 你要申請 淨土有移民局的你要申請 沒有這個善根福德姻緣 你上去都不行的 只要叫他的名字 善根福德姻緣都不夠的 怎麼去呢 所以呢 你中到你不要理 總而言之做好事 癡食 放蒙生 做好事不做壞事 那你的善根福德姻緣 雙胖教的時候呢 雄胸出菜 突然間去了淨土 欸 不用咬 不用咬這麼多 那最好了 但是去了淨土之後呢 當然了 不是這麼容易去啦 你淨土 不過你說難又不是難 你說容易又不是容易 這個體姻緣 我都說善根福德姻緣 所以我們跟著 菩薩 這裡就講義邊 好和不好 所以跟著就要中道正觀 定位平等 定力夠的時候 有定力就觀到空了 因為你有定力 你在那裡定力 你不要想其他東西 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由你那個念頭出來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念頭的時候 這個世界是沒有東西的 所以你這個沒有念頭 他就正到空空了 你的念頭 你要他 所以禪宗是直指他 北施善北施我 你不要想 別想他就沒得變了 你不要想要什麼 你現在在這個生活 我現在不想有錢 不想沒有錢 不想好吃 不想不好吃 你什麼事都沒有 隨意安嘛 所有的不想他 不想他就沒事了 但是這個問題是現在不來要想的嘛 你不想 你老婆要想的 那當然就死了 所以沒有老婆沒得想的嘛 所以你不想就不想的嘛 所以我們呢 吃這麼久的飯 我們從來沒有說很好吃的 沒有吃飯的話 沒有吃的 吃不吃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沒有好不好吃的 沒有說好不好住的 沒有說好不好住的 那麼我們只是坑溫一些 坑溫一些面膜高 我都不知道坑溫多少錢 整些面膜一個星期敷它幾次 我們要什麼膚面膜 膚面膜給誰看 所以呢 我們連面都不用洗的 因為我們會抹汗 抹汗就洗臉 我們貓就特別洗臉 哦 起床就洗臉 起床才不用洗的 因為到骯髒的時候都要洗的 起床的時候有什麼骯髒的 晚上睡覺前又洗一洗 起床又洗一洗 洗了一些保護式 更壞 所以呢 這些東西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呢 做一些有意思的事 做一些有意思的事 所以呢 要遙益眾生 盡量遙益眾生 那你將來會有更好的原因 因為那些人 看到那些人都是幫你的 看到那些人都吃過你的東西的 現在一出聲 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幫你的 所有的人都吃過你的東西的 那些人都對你好 那就好 所以呢 但是這件事情都不是解脫的 當然 它在這裡講呢 是中道政官啦 那我們下次再講啦 因為這個長的 中道政官 所以呢 這個北施善北施 我又不要執著善 也都不要執著 哦 你不要 執著一定要做什麼 而是隨意如安 有什麼就什麼 因為你撞到的東西 所以呢 你一路這樣升上去呢 你一地二地 一路撞到的東西都不同的 撞到的東西呢 慢慢消除你 你所有的執著的時候呢 你見到所有的好 今天就變成了佛 北施善北施我 佛本來就是沒有分別的啦 那你到絕對沒有分別的時候呢 你就是佛了 所有的東西隨緣 佛都有腰痛 佛都有背脊痛 不見他背脊痛 佛都會中毒的喔 吃了一些 吃了一些蒸藤椅都會中毒的喔 你不要有佛 佛沒有病佛 佛都要睡覺的喔 他沒有睡覺而已 但是他有這個食困 或者是吃完飯之後要欺負一會兒了 所以呢 為什麼它是佛呢 因為它沒有設定的立場 沒有設定的立場 隨著一個環境裡面呢 不思善 不思惡 所有的東西 紅燈就停在那裡 綠燈就過馬路 這個有東西吃 吃完就睡覺 我都沒有東西做 一累就睡覺 見事收腳惡 熱似愛風吹 熱的時候吹了風扇 這個呢 也沒有說好吃 也沒有說不好吃 吃東西就是吃東西 吃東西就是維持生命 也沒有說好吃不好吃 那你只要好吃不好吃 你都整輩子都忙得不得了 好看不好看 那你多少面膜高 浪費到多少面膜高 你說好看不好看 那你有好看嗎 已經好看很多了 就是你沒有特別大的災難 已經是很好的了 就是你沒有什麼東西嘛 所以呢 我們呢 還是要有些人呢 因為現在的問題呢 就是學佛的人呢 學了一些小成的東西 加上大成的東西 變成了個個都 哎呀 道心啊解脫啊 沒有風性啊 什麼東西 你說四年柱啊 那些啊 公生不正 公壽事苦 那你還用的 那個小成從來都沒有放棉山 沒有報師六道的東西 啊 小成沒有報師這件事 啊 只是接受別人的報師嘛 他沒有報師給別人嘛 你就知道 他只是法師 啊 要講話就是法師了 他沒有報師了 那法師就做法師才知道呢 啊 就是在家居士那又怎麼樣呢 在家居士都沒有 都沒有 都只是報師那些法師了 這樣就有報師的習慣 但是呢 法師又沒有報師的習慣 所以他沒有說要安靜鬼啊 要鬼神啊 六道眾生啊 沒有說要搖益這件事啊 所以呢 這個小成和大成不同 現在我們就是大小成招了一堆 所以現在呢 看來呢 這個法法呢 是少許都要改變了 因為跟以前的東西是不同的 現在呢 講的那些道理呢 因為現在講的那些法學班 就不會有很多人聽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那些網啊 那些東西呢 就很多 看理論啊 什麼東西都 一打開那個網就看到 坐在那裡拿著杯咖啡來享受 所以要講一些他不懂的東西 麥東也不懂的 所有的 講一些他不懂的東西 他一定要來聽的東西 你說一些他懂的東西 網上有的東西呢 根本就不會 根本就越來越少 他不會 因為他接觸的東西多嘛 所以呢 不同以前 以前沒有的 以前的盟國那時候 哇 有人講經 哇 虛陷了 全部都虛了 但是呢 現在不會的 現在越來越少 所以呢 所以呢 時代不同了呢 是每樣的東西都不同的了 所以呢 要講一些東西都不同的 所以呢 這個 我們先打了座 先說一句話 先說一句話